12月的美墨边境寒风萧瑟 位于圣地亚哥东南方向 约80里的荒郊小镇Hakumba House Springs 是中国走线人闯关的热门地点之一 因为2023年初以来 大量走线人入境 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 也就是CBP的室内居留中心 人满为患 为方便管理不断涌入的走线人 CBP在荒漠中设置了许多临时营地 Hakumba House Springs居民 Sam Schultz带领志愿者 每天游走在各营地之间 为走线人送吃送喝 提供人道主义的援助 这些营地的位置十分隐蔽 这些营地的位置十分隐蔽 周边没有标志性建筑 只能通过卫星定图定位 具体的居留营数目CBP没有公布 目前志愿者团体找到的有三个 通常用Moon 177及Willow 称呼他们 其中177营地规模最大 经常有上百名走线人居留在此 那我们刚刚现在在那边的U-Center 碰上了很多帮助走线人的志愿者 现在我们将跟着他们的车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营地 去看看那边有没有今天刚到的走线人 然后给予一些的帮助 临时营地通向外界的道路 通常只有一条碎石子路 路口安放限制区域的路牌 指出只有授权车辆才可进入 时报记者跟随志愿者车辆才得以找到并进入这些营地 来到营地后 释出新闻团队可以看到漫山遍野的走线人 他们看到志愿者汽车很快围过来排队 那我们现在来到了位于圣地亚哥县美墨边境上的 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走线人的一个聚集点 然后可以看到目前这些志愿者的正在从车上 发放一些水和食物 然后包括还有卫生巾这样的必需用品 给这些到来的走线人们 我们也可以看到在队伍之中 不乏就是华人同胞的面孔 除了缺乏食品与水 在荒眼中的走线人 其实还面临着天气的挑战 那记者现在身处现场 其实可以感受得到 虽然其实现在太阳高照 但气温是很低的 而且风很大 但到这里的走线人 其实只有很担保的帐篷 然后所以他们也因此 现在急需温暖的物资 到了晚上这里的气温会更低 可能会到零度这样 接下来的日子里 可能还会出现雨 或者甚至雨加雪的情况发生 所以其实生活的情况是很艰苦的 在此大家也可以看到 会有很多人在这里生活 以取暖 采访的这个间隙 可以看到有新的一批的人 刚刚跨越边境 然后来到这个据点 然后死刑人可能大概有十几二十个人 其中有一部分 可能看得出来都是华人的面孔 当新一批走线人进入177营地时 一位华裔女性快步上前 给她们发放欢迎进入美国的物资 并灵活地在西语和国语之间切换 她叫郑向亭 即Teresa Chain 居西是目前在Hakumba House Springs 帮助走线人的志愿者中 唯一会说国语的一位 郑向亭是一名资深急诊室医生 也是一名人权律师 常年活跃在移民服务界 在银点 郑向亭除了参与发放物资 还会为生病受伤的走线人进行诊断 根据她的描述 许多走线人健康状况堪忧 甚至死在营地 有中国走线人因为语言障碍 伤病无法得到及时医治 CBP也没有提供什么帮助 大部分是exposure 这些tent 这个crisis已经在happen几个月了 第一个group 第一个活的人过来 真的没有 这些tent都不在 我们是带这些tent过来的 他已经有两个人死掉在这些地方 还不让人进去 还不让人想帮忙其他的 我是第一个volunteer在这边 可以讲国语 昨天正好是一个中国男的 他不能走路 他两天了不能走路 他们不能跟这些 amazing volunteers 正向亭还表达了对CBP做法的一些意见 其中之一就是赢点的选择和对走线人的分配 看似没有逻辑 同时正向亭指出 在物资方面 CBP唯一的贡献就是建了照明灯 而食物水和在现场能看到的帐篷几乎都是由志愿者提供 而移动卫生间则是由市政府提供 营区中随处可见核枪实弹的CBP警员巡逻 面对记者采访问题一概已无可封告回复 对于营地环境严苛的询问 CBP发言人通过邮件表示 会在法律允许范围内与多机构合作 为走线人提供物资上的帮助 离开规模最大的177营地后 是说新闻团队前往距离边境墙最近的营地 Villows 那我们现在到了第三个营点 也就是在边境的墙边的这个营点 那这个营点相对来说人较多 然后以西医为主 现在已经其实马上到正午12点 按理来说是一天中最炎热的时间 但可以看到记者的着装 包括大家的着装 其实天气还是十分寒冷 而且时不时还有阵风吹过 那志愿者们也在这边架起了一个车 给大家发放一些餐食一些粥类 在距离Villows不远的地方 有一个知名偷渡点 是说新闻团队采访前夜 还有上百名无证移民在此闯关 那我们刚刚顺着边境墙边的那个营点 大概车程五分钟后 来到了这样一个相当于是墙的一个缺口处 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小山坡上 这个墙是存在一个缺口的 那据志愿者称 会有很多走先人翻过这个小山口 然后进入美国的边境 然后这样大概走20分钟 或者到半个小时的距离 就可以到刚刚的营点 并找到CBP 那同时呢我们其实可以看到 此时此刻在墙的另一边 有几位来自墨西哥的警官在此等候着 那想必也是因为知道 这里会有很多走先人经过 大概有四位 然后每一位都是全副武装 刚刚记者在这里进行拍照的时候 他们也十分警觉 就是一副如果我们要再接近一步 就要把我们拿下的架势 那想必也是因为他们守在这里 所以此刻其实并没有任何的走先人 从这个路口通过 通过与边境上中国走先人的深入交谈 我们还收获许多惊险离奇 有笑有泪的故事 与志详情 敬请关注下一期的事说新闻 欢迎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 将陆续为您带来更多精彩独家的报道 我们下期见